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我今天下午呢 在编辑我的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 叫OK的 这个人 我相信有很多OK了 他们都是用这个 不是真名来 在视频下面做一些观后留言 我非常吃惊的看到一个人写的 近乎是诅咒性的 对我 我觉得很伤害 而且我一看他上面写的那种方式 他的因为广东人的 广东省的 语言的这种方式写的 因为我会讲广东话我知道 所以我就直接回击他 我就说 你回到你的娘胎里去 重新再活一次 然后呢不要污染我们的环境 我说请你离开 我这个下边的这个 我开始很愤怒 我很愤怒 我说我 我讲到这个话涌的时候 我都眼泪都控制不住 真是真心为他 他的家庭和他来 就是祝愿他们能有 他能有平平安安的未来 然后说到了一些我的想法 这完全是一种 说想法嘛 是吧 你可以说的很激进 你可以说的很平和 也可以说的很祈祷 也可以说的像个大姐姐一样 或者是像个什么 什么都可以的 这完全是一种 一种议论世界嘛 言论世界嘛 是吧 所以呢等这个人一下子 大家 我一录这么多人 我很感激 我说我今天录了 我说哎呀我有九十 我有九百一十一位了 我说我要想争取一千 订阅的话呢 我还有 九十 不对八十九人 哎呀我说我们再能争取八十九人呢 我说我得好好努力 再多做点小视频 我这一下午基本上就都花在这个时间里了 我从早上就开始编辑 因为录了一些东西前天后后的 所以真需要花时间 而且我的设备还不够好 我这非常充满的那种平和心态的 在坐着 突然看到这一句话 哎呀我就特别的愤怒 我说怎么可能发生 而且我也不只是看到第一次 另外一个女的她是 她在美国住的 她叫什么 忘记了 她本来是很可爱的 说话比较慢 有些难方口音的 就她在努力着 在说自己的想法 而且她也是非常兴奋的在做着 自我的小媒体的这些事情 然后她也被骂 我一看到骂的真的很恶心 我就直炸舌的 我很难接受的 真的我发誓我没法接受 这些事情真的发生在什么中国人身上 而且这么直白的 这么频繁的在下边留言讲 我就为那个女人很同情 我说哎呀好 好才我还幸运 我没有什么事 我说哎呀 但是我也有点心理准备了 我说会不会轮到我身上 真的我今天下午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很真很恶心 你真被污染的 你说你世界那么多美好的词汇 你不用就罢了 或者你说你很讨厌这个女人 然后你说的什么 一派胡言 是吧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 但是她这种 她这个人流的 已经是诅咒人家了 不可以的 你凭什么事来就诅咒人家呀 好言好语才会带来 你给你自己带来好风好水 才给你自己带来福报的嘛 是不是 你自己想下地狱的嘛 那你就这样做好了 是不是 所以我也很不客气 我说你就赶紧给我滚开 我也用我 我用广东话的方式写的 我说你赶紧给我滚 我说你不要在我面前出现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你 我需要你 你来干什么 整个一个垃圾吗 结果她也在不停的 她反我一句 后来我告诉她 我说我会懂 我是会讲广东话的 我说我希望你能停止 我给你个机会 哎 结果她还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嘛 我这下午就剃的心跳 我这人也脆弱 哎呀 太太肮脏 然后她又回来就说 嗯 看来你怎么怎么着 还说的不错 我给你点赞 你不要让华勇出国 她 她 我在看她的视频呢 她就是这样写 我说那那好 我说你这么转 我说你的态度转得这么快 刚才还在那诅咒人 现在你又开始 嗯 点赞 我说你一定向我道歉 我最后给她留言是这样 回头看 不知道她是说的是什么 她说啊 华勇是个大英雄 什么什么 华勇根本就不想当英雄 她就是一个草根 她自己就说她 她自己就说想 有个权利说个真话 我的整个录像的视频 就是说你要做一个艺术家 你还不如 你已经48年够了 你还不如就是哎 自己笑笑听听的 把自己孩子太太都弄出来 然后 好像生几个孩子 就舒舒服服在那边 过日子得了 所以你做什么牺牲品啊 当然中国未来会好的 会的 是不是 但你能不能看到这一天呢 这是很难很难说的 这是 这是一个前途 前途未卜的一个 中国这么多年了 嗯 所以我后来我就 我今天 这一个晚上我就在 在这个 想这个事情 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而且我也是 看了很多 其他人的他们在留言之间的 互相谩骂 我觉得特别遗憾 我真的很遗憾 我真的很遗憾 因为我自己搞教育这么多年 我也年纪不年轻了 所以我就说 作为有一种同情心和理解的态度 来看这件事实呢 我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并不代表它正确 嗯 嗯 真的 我觉得我们 这个语言也是一个生存环境 这个语言环境也特别重要 而且我发现呢 就是说 我们不管说英国文化 中国文化吧 就是说 英国文化里头 英国语言里头 他们早晨会说 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然后还有要活好一天 就是说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have a nice day have a great holiday have a great party enjoy 就是什么 have a fantastic time enjoy your you know your birthday party and so on 他就会加很多很多 就是我发现怎么英国人这么麻烦 这么老多这些住院的词儿 嗯 孩子坐火车 走了 上汽车了 上学了 也是说 have a lovely day 还得说 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那比较而言 怎么中文呢 咱们中国语言里头呢 都是在心里头的 这个我知道 我中国人 这个我知道 表达不是那么特别的 善于就是 或者那么啰啰啰嗦的 不那么多 但是有事儿见事儿上 或者是 从心里上从来没有忘记 不会的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说 从这个语言环境 跟语言的暗示 这种环境来讲呢 哦 我觉得这个 英国这边呢 他会 他会在这种暗示 这种循环里头 所以你就 你也不可能说 have a lovely day 我不能说 一块的一天 是吧 你肯定也得是 这种 这种 要和言善语的 这样子才说这件事情 那我就 后来我这么多年的 这种在这边生存呢 我也发现呢 他至少是一个 他 我们不管他 这个实质上的 是不是 有没有种族歧视 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说 就我们说在语言层次上 就说 至少他还是一个 比较良性的循环 是吧 然后他们会碰到 或者说 马上就说 哎 sorry 哦 是我碰到你了 或者是 这个 比较离让啊 那我觉得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社会空气 跟社会的良性循环 那大家都会在这种 这种环境下生存 那他自然他就会 啊 大家的 语速啊 语态啊 大家的这种态度 都会互相影响 那我们中国人也是 也是这样的 那我们中国的历史呢 就那孔子 什么 什么孟子 什么荀子的 那就更不用我说了 是不是 那怎么就会发现成这样呢 不同意见 就不同意见呗 不同意见 你不至于把 把妈妈都骂上 把人家老婆也骂上 然后骂到最那个 生殖器的那部分 哎呀我真的 英国人他们 他们会很 会搞笑 会幽默 他们的这种幽默 也是够 够干涩的 我我我明白越多 我就觉得也是 没什么大劲 但是我看上 中国人也是 中国人的 骂人是知罪了 现在 我当时我还跟 跟他们讲我说 我们中国人的语言里 礼貌的少 但是呢 我们是靠行为 我们 嗯 就是祝福的也 不是那么多 都比较含蓄的 而且呢 没有这么多英国人的 这么多 哦 不同的意思 不同的字眼 来表达那么 一个生殖器 哦 所以但是 我就觉得 非常非常的遗憾 而且同时我也特别 在此中心的 祝愿呢 希望呢 嗯 还有这种 这种行为 或者是有这种心态的人呢 让我们能不能 大家一起能 就是说 学一种更 嗯 所谓文明的方式 能更协和一些 更 嗯 就是 用用原词来表达 你可以 是吧 赤之以鼻 你可以给他那个 猛屁横屁 是吧 你给他给他屁倒屁臭 或者是你把它 你怎么着 你都你用你的方法 但是 不要用那么脏的字 那么 那么 恶劣的方式 来形容 啊 我觉得特别遗憾 而且真的 污染我 真我感觉很污染 我从小到大 到今年 我真的 才看到 才听到 这么这么 无言会语的这些 这些方式 跟方法 表达方法 哎呀 我觉得很遗憾 但是 哎呀 很遗憾 所以我今天开录了一个 广东版的 广东化版的 小视频 因为那也是我的一个计划 啊 因为香港很多这个 施奶啊 西赖啊 还有很多这个 这个打工阶层呢 他们是很容易看到YouTube的 因为我当时我最初录这些视频的想法就是 因为我跟我家人嘛 我老是因为他们来的 呃 机会少一些 然后都忙着自己的生活啊 啊 从从没结婚啊 要照顾父母 结了婚要照顾孩子 孩子大了要上去考考中学考大学 考完大学 找对象 挣房子 挣完房子要结婚 结婚还好 还要带孙子孙女 所以 现在的爷爷奶奶们 他们永远没有时间 为他们自己过一个特别好的假期 我天天的说 姐你来 哥你来 哦 当然我们有有过很多次旅游了 就说这意思 那我就我老是用视频 我说你看这个 啊 这个那个 有时候到格林为之 有些地方都是 我也是第一次去 我就哎呀 让老父母看看 让哥哥姐姐看看 所以呢 但是后来就说哎呀 这么麻烦 干脆我就把它录点东西吧 在镜头面前录一次 然后呢 给我的很多中国的亲人们看看 我们中国的同胞 在国内的能了解一下 他不用亲身来到英国了 是吧 有些官方的东西 也不一定那么真实朴素 有点太宣传 是吧 那我就来一个朴素的 我就真实的 不那么造作的 所以我就开始录了这东西 结果我又发现 中国暂时还不能看到 我的视频 但是我相信 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 更多人会看到 我很相信 所以我今天 就是 又开录了一个香港版的 我也会 慢慢的 录一些东西 用广东话讲的 真的 我 我也被摧残的差不多了 我现在做视频 也被摧残的差不多了 把我锻炼得成熟了 我再不那么天真烂漫了 但是我相信不会的 人生 我相信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是非常好的 都是心地是向善的 所以我们 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努力 这是圣诞之前了 元旦之前 又录了一个 我的感慨吧 我的第二个感慨之片 好 我们下次见 好 好 谢谢观看